大家好 欢迎回到谈谷认金 我是老潘 这两天感冒了 所以声音很沙哑 这个节目也不打算做太长 我们就大概说一下比特币的状况 比特币冲上3万美元之后 这几天是连续震荡了三天 我个人认为在3万美元这个重大心理关口 比特币想很快的冲过去 还是挺难的 有可能还要有进一步的回调 这也导致了最近资金开始从比特币当中涌入山寨币当中 从比特币的占比可以看得出来 比特币的占比这个是占创了一个高点 这个高点 它在往上抬升 但是它的RSI是在往下走的 这就说明了 比特币的占比有可能在未来一到两个星期之内 会有比较大的回调 像它这个MACD上这个金叉形成之后 有可能会再次形成死叉而往下走 所以呢 这就是比特币的占比在下降 说明山寨季有可能要到来 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个小型的山寨季 它现在这个创了一个比之前的高点要高的点 现在要回来回测 并且呢 很有可能要跌破这个支撑 有可能会走出这样一种走势 然后再往上走 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 从这到这 大概也许是一两个星期 也许会到一个月 多长时间很难判断 但是呢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小型的山寨季 所以现在资金正在从比特币当中 进入到山寨币当中去 这也造成了以太坊 今天在冲击2000美元的一个结果 就是资金开始去涌入到以太坊当中 以太坊刚刚搞完了它的上海升级 现在开始有人从这个信标链当中 提取他们的质押的以太坊 有些人会拿去卖 但是呢 据说即使这个信标链当中的这个以太坊 大部分人都提取出来拿去卖 也只占以太坊每天交易量的2% 这是有人算过的 所以呢 他对这个以太坊的价格影响 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大 也有人呢 利用这个机会 在以太坊昨天往下跌到1856时候抄底 然后呢 再把价格继续往上抬 我之前也跟我们的会员说过 以太坊正在形成一个大型的上行三角 以太坊是各种山寨币中 特别喜欢走这个走势的一个山寨币 其他的那些山寨币 还有比特币本身都很少去走这种走势 那就是一个上行三角的走势 以太坊如果完成这个走势的话 他的目标价是要到接近3000多美元 他现在呢 正在冲击这条颈线 只不过想冲过去 我估计呢 没那么快 他如果完成这个 这个形态的话 目标价是在3100到372左右 现在正在冲击颈线 有的时候呢 没那么容易冲过去 先冲到这个2040多 这是颈线 然后呢 再往下掉一波 然后再重新往上冲 也有可能了 所以以太坊的走势呢 暂时来说是走得不错 但是你现在想要买入 已经是太晚了 如果他有进一步的回调 再买入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现在买入风险非常的大 这是以太坊 但如果你之前已经在下面 跟我们在1200多美元附近布了局的话 现在就只用拿着就可以了 等他冲到2500到2600以上再卖 都不迟 然后以太坊上涨之后 跟以太坊相关的二层网络 Abitrum也在往上走 Abitrum是新币 新币出来之后 一般要经历一段时间的 在下方筑底 他之前RSI去到了42 这是一个不错的买入位置 现在呢 风险有些大 但是我个人认为仍然可以买入 Abitrum是我比较看好的比 我个人认为呢 他会在大牛市道来 时候冲到接近前十的位置 也就说他有可能会往上涨5到6倍 甚至多的时候会到10倍 现在能涨到什么地方去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会涨到2美元附近 但只是我的个人猜测 反正他现在是我持仓比较大的一个山寨币 然后其他的山寨币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狗狗币 前一段时间狗狗币是 因为马斯克换了这个推特的这个头像 他往上冲了一波 然后就回调 回调之后 又是大家买入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大家买入之后呢 就可以等待马斯克再次发推 就是这么一个玩法 这个狗狗币只能靠狗币教主的来拉盘 然后其他的几个山寨币 之前我也在我们的普通节目里面说过 几个跟这个大公司合作的山寨币 是比较值得大家去投入的 一个是Tazels XTZ 他是跟Google合作 所以这是我个人认为是最有前途的一个 只不过现在他的这个价格 是非常的不信任 XTZ 正因为他现在价格不信任 所以才值得大家去投资 之前这一波就是宣布了跟谷歌合作 是不是谷歌 好像是谷歌 大家去看一下 我记得是Google 现在回调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买入位置 有另外一个跟索尼合作的 是R-Star 这个也是回调了一大波 之前宣布跟索尼合作的时候 冲到了0.1 我就卖掉了很多我的仓位 然后他掉回来之后 我又全部给买回来 现在他也在走一个上行三角的走势 跟以太坊差不多 好像还有一个是什么东西 我一下想不起来 大家可以去翻翻我之前说过的 这两个是跟大公司有合作的 R-Star跟Tazels 然后其他的山寨币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的小山寨计 把自己的这些山寨币 换一些换成比特币 等待比特币的再次上涨 好 其他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 祝大家财运滚滚 我们就在下一次视频中再会 拜拜